就在中国国庆节前一天 美国海军又一次来到中国家门口搞事情 打着航行自由的旗炮 美军迪凯特号闯入我国南部海域 然而美军这回遇到了应查 我国兰州号驱逐舰 在南部海域赤瓜礁附近兰州号与迪凯特号相遇 面对警告美军舰立即离开我方领海 不过直接被美国军舰无视 软得不吃直接来应的 赤瓜礁附近兰州号与迪凯特号舰巴弩张 我方军舰已做好撞击美舰的准备 两舰相距仅41米 若美军当即做出战术规避动作 你秒后两舰极有可能相撞 面对一往无前的中国兰州号驱逐舰 美国迪凯特号实际的改变了路线 就这样让咱家军舰给撵出去了 该事件发生后美军方表示 中国兰州号驱逐舰的行为 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操作 严重威胁航行自由安全 而在迪凯特号被驱逐后 美国方面并未消停而是继续做 10月3日 据CMN报道昌多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 美军太平洋舰队已经制定了一项秘密提案 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展示武力警告中国 据报道 美军此次大规模调动 并提议太平洋舰队在11月的一周内进行一系列行动 以证明美国可同时在多条路线 对多个潜在对手进行反击 目标直指中俄 想必很多人都有个疑问 若美军同时对中俄开战 美国有胜算吗 经过全方位分析 美国智库给出的答案引人深思 美智库认为 美国能在一场大型地区冲突中游刃有余 并维持在全球其他地区较小的军事行动 然而要是同时面对两场大型冲突 美军实力捉襟舰肘必然陷入泥潭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于10月4日发布 2019年美国军力指出报告 对美国军力和美军在全球旅行使命的能力 以及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做出评估 该报告指出 标准涵盖能力 战力和备战程度三个维度来看 美国并没有能力两线作战 尽管俄罗斯军事实力远不如苏联 依旧不容小觑 中国军事实力正快速发展壮大 俄罗斯和中国军力稳居世界第二和第三 一旦美国两线作战 中俄两国联手之下 美国必将陷入战争泥潭 谁胜谁败尚未可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